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一个针锋相对的对比 比亚迪也一直是我们十几万价位对比的各个车型里面都要去挑战的老大哥 因为人家比亚迪确实在十几万价位区间里面是销量的绝对冠军 不管是SUV还是各种各样的轿车 所以作为后劲的小弟去挑战大哥就理所应当了 咱们看看这两个车现在水平多分别怎么样 咱们先对齐一下这两个车的参数 如果这些东西对不起的话 那不形成同级别的对比关系 两个车的车长都是4米77 这个事是对上了 同时我们选了15万这个级别的Song Plus DMI的车型 它这个版本配了一个26.6度的电池 1.54缸自吸的发动机 前桥是145千瓦的驱动电机 那换到哪吒L这边的参数呢 同样是1.54缸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170千瓦的电机在后桥 比这个车的动力稍微大了一点点 同时它配了一个40度的大电池 搁在这个价位来说 的插电混动的系列车型 就算是电池度数很大了 一个大注意提示点 增程也隶属于更大帽子的插电混动的这个形式 这是国家定的 只不过在这个插电混动的大帽子底下 比亚迪的DMI系统 它就可以实现定联跟串联这两种驱动形式 而哪吒L的增程形式 只是一个标准的串联的形式 OK 既然参数都已经对上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从外观到一些配置 到行驶来看两车的对比的感觉 这两个车的风格还走的是大概一个流派 都属于这种比较尖的联 而没像是很多的其他车走一个比较竖直的 比较高的那种的特别气势的高车头的风格 属于是殊途同归的车头的感觉 整车的外观呢 我们给每个车一个简单的绕车的视觉 大家自己去游戳有余的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去喜欢就好了 在外观层面一些小细节 两个车的头灯都是LED的头灯 轮子的方面有了很大的区别 Song Plus DMI的车型 它用的是紧胡的轮子 同时轮胎的尺寸是235 5019 而哪吒R的高配车型用的是 米其林的静音减阻胎 这件事是要表扬的 我跟厂家的朋友说 你高配车型无论如何把轮胎推上来 这样的话 你的车行驶质感在实际上就有一个保障 结果人厂家还真听话 真的在高配车型上配了米其林的E-Permacy的轮胎 这个轮子的尺寸我看一眼是225 5519的尺寸 比这边的紧胡的轮胎235要稍微窄了一点 但是会更厚一点 一会行驶的感觉咱们在后面说 在玻璃的方面两个车的前排都是双层夹胶的 这是要集体表扬的 在这两个车的俯首的方面 宋普拉斯DMI用的是传统的外露式的门拉手 而哪吒L用的是这种隐藏式的门拉手 这个事是个双刃键 隐藏的确实更好看 也确实对于能耗的梳理会更好 但是这种外露式的 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坐你车的人 包括老人跟孩子是非常的友好 有的人是不太知道这种隐藏式门拉手怎么打开的 所以这件事互有攻守 就各自都不表扬了 后排的玻璃宋普拉斯DMI用的是隐私玻璃 而高配的哪吒L的版本是同样透明的玻璃 这是要比昂宋普拉斯DMI的 在外方垫的方面 哪吒L的外方垫的功率并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怎么着也有2.2千瓦的保底 应该是3.3千瓦或者3.5千瓦左右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宋普拉斯是3千瓦的外方垫 所以在这方面两人基本上大差不差的水平 现在又到了寒露最喜欢的对比后微箱的环节了 先看挑战者哪吒L 看一下整个的后备箱的近身 量一下最大的近身 92.5厘米的近身 然后量一下有效的宽度的部分 98整 它现在盖板有两层 我们把它这个盖板放到底下这层 量一下整个的后备箱最高点的高度 一会儿宋普拉斯DMI也是有两层 所以这俩都是完完全全对位的 有点意思 它的放到底下这一层之后 后备箱最高点的高度是79厘米 记住这几个数据 咱们一会儿跟宋普拉斯DMI对比一下空间方面的事 它的地板下这块是补胎液及其他的一些打气泵 这些东西 所以这车是没有备胎的 其他的一些配件的方面 左边有灯 然后上面没有灯 右边没有灯 单个的灯 这是要差评一下的 左边右边有两个挂钩 是可以挂汤灯水水的 并且位置比较高 这是要表一下的 左边是低音炮 右边是一个网兜 网兜里面就可以搁什么补胎液 这些其他的外放电枪搁在右边 这是要表一下的 右边有120瓦的点烟器 这是要表一下 底下是有4个锚点的 同时它的第二排跟后备箱放倒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贯通的空间 带有一点点的坡 咱们把后备箱盖板拿上来的话 就形成贯通空间了 总之来说 作为一个4米77的车长 哪吒L的后备箱 不管是绝对的空间 包括这些配件 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剔的 唯一就是照明 如果再能多给一个灯在上面 或者是右侧的话 就可以做到一个相对很高分数的后备箱 好咱们现在切换到了Zone Plus DMI的车上 看一眼 同样是量一下后备箱的进身 它的后备箱进身是91的进身 进身方面是少了1.5厘米的 宽度的方面 它的宽度是96 然后那个是98 宽度少了2厘米 最高的高度 我也把它这个盖板放到了底下这一层 看一下最高的垂直高度 Zone Plus DMI的后备垂直高度是73 它的后备垂直高度比那个稍微差了不少 有个几厘米 那应该是79 它73大概差了6厘米的高度 所以说这后面的决绝可用的空间的立方 是不如哪吒L的 其他的一些配件的方面 比亚迪一直不太在乎配件 它左边有一个灯朝下打 右边有个灯 这挺好的 是两个灯朝下交叉的 但是除此之外 这块有一个 这是个啥呀 我以为是个小USB 这右边是紧急的拉充电口盖的 拉手 没有挂钩 没有点烟器 地上没有锚点 后备箱的二层地板底下 是各种放电枪 补胎液之类的 这两边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 配件太少了 然后我再看一下后排的放倒 好 这么着放倒 放倒了之后 它把这层盖板挪到上层之后 可以跟第二排形成一个贯通的空间 带有一点点的坡度 这一点来说两个车是一样的 所以在后备箱的整体空间 包括后备箱的细节的配置层面来说 哪吒L确实比SUNPLUSDMI的这件事要强 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的 去挑战十几万的SUV跟轿车大哥的节目 我会发现说比亚迪的后备箱 整体来说 它都不是特别的在乎 也建议比亚迪把后备箱在乎起来 因为这些新的挑战的小弟 后备箱都越做越实用 SUNPLUSDMI这个内饰寒露还是挺喜欢的 虽然它是好多种颜色 但整体来说都属于是那种比较淡一点的色系 并不是那种的彩色的 这上面是深灰色的软糖素 然后中间这是类似于钢琴漆面面板 这下面是类似于拉丝的金服面板 但都是塑料的 这底下是里面带着海绵 有一定形成的皮革质的中控 这个内饰搁在如今的15万的车上 你往前推五周年 是压根不敢想象的 这都是二三十万车的 这种的内饰用料的做工 因为还是很多的工艺拼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内饰作为15万这个价位 我是比较满意它的做工用料的 那整个的细节方面就没啥 比亚迪古典的 就是可以翻转的这个屏幕 前面一块液晶的显示屏 这搁在15万这个价位去年 都属于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 前排的一些核心的舒适配置 作为15万的价位区间的车 这个车是标配了前排座椅的 加热跟通风 这点是要表昂的 还是很不错 一些实用性的体验层面来说 上面是戴眼镜盒的 这是要表昂的 很多车都不给眼镜盒 化妆镜的方面 中规中矩大小的化妆镜 没有什么特别的 副驾驶也没提供一个更大的化妆镜 它现在玩法都是 用更大的化妆镜 来博取副驾驶的女朋友 比亚迪并没有用上小心思 车机屏幕 我还是那个逻辑 其实完全可以不转 整个的旋转机构成本还是挺高的 因为车本身并不贵 你这个不旋转的机构 一下还能省一些成本 那车机屏幕里面 现在QQ音乐呀 喜马拉雅呀 包括定制版的高德地图 这都是我最喜欢的应用 所以我一直觉得比亚迪的车机系统 是比较跟我手的 用起来的地图拖拽的过程中 这个顺滑的程度还可以接受 没啥太大的问题 那当然了 你的那个更贵的车的顺滑程度 还是差了一点 但是本身车价也并不贵嘛 所以这车机系统还属于是比较好使的 方向盘的这个皮子质感稍微差了点 这也是比亚迪的一贯通病 这个皮子海绵再厚一点 或者说是 它这个 就有点油光的这种感觉的皮子 海绵的形成也稍微短了一点点 门板的储物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 中间这块储物空间 个头还是挺大的 并且如果夏天吹冷风 你把这个空调面板往下吹 这个手机搁在这的话 还能粘上一定的冷风 在这个区域里面 后面就是常规的一些功能按键 这个EV的模式 包括混动的模式 自动空调的状态 一个贼精致的小挡杆 并且是水晶风格的 跟整车的其他的配置好像不太搭调 突然有一个小水晶挡杆 这后面是双背件 底下是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 里面有Type-C跟Type-A的补能 后面是一个挺深的 这里面的空间还正经挺大 手能到这个深度的中间储物盒 座椅就属于那种比较宽大的 两边都沾不着啥 整个的皮子的表面摸着 柔软程度还不错 海绵稍微有一点点硬 它的这种宽大的座椅 如果海绵稍微软一点的话 下线的感觉就会更好 这个皮椅的质感 比亚迪的系列车型 在这几年相对于早古的 比亚迪系列车型 要有了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 但是搁在如今的 已经非常非常卷的 这个15万左右的价位区间 那比亚迪的座椅的 皮子跟海绵的升级质感 就有点没赶上现在的潮流 现在大家用的整个椅子的 皮子质感 包括海绵都比水平 要现在会更软一点点 OK 它的前排 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咱们现在切到 哪吒L的前排看一眼 好 我们现在前排 切换到哪吒L的车里面 大家发现一点没有 最近这几年 我做对比车型的时候 往往是新进的挑战者 更符合更了解含露的口味 他们会提供一个白内饰 白白净劲的 就是含露心里就加分 谁都看了这白内饰 显得特别的通透 感觉特别的好 看一下设计方面的事 它就类似于理想的 这两块的大屏幕的设计 除此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一眼看不见就以为是 理想的内饰呢 整个的中控上面底下 是带有海绵的科技布的材质 这下面是底下带着海绵的皮革的材质 中间这块是带有纹理的塑料的面板 只不过我认为 这个金属女装饰 就是有点发青年金的 这条装饰跟其他的颜色是不太搭调的 剩下的位置的设计都挺好 并且做工用料也是挺好的 符合十几万价位区间 甚至基本上你个五六年前 这就是二三十万的 内饰的做工的风格 然后看一下核心的配置 这个车的前排配置还是很高的 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记忆 作为挑战者 你肯定得比之前的老大哥 多拿出一些诚意来 所以他在座椅方面拿出个诚意 还是很好的 咱们再看一下人静化的使用体验 上面是没有眼镜盒的 这是要差评的 应该加上眼镜盒 主驾驶是一个标准大小的化妆镜 副驾驶的化妆镜 咱们再看一下我的天 这么大个的化妆镜 这是美妆形式的化妆镜 针对着副驾驶的媳妇 或者是女朋友 这个人上车就得表 很有可能当两个车 大差不差去选择的时候 因为这个化妆镜 你媳妇给了一点 就选择了这个车 这底下这两块大屏幕 好像是副驾驶这块娱乐屏幕 是进行单独的选装 我建议你还是得选上 因为没多少钱 我前几天开我小米速7 去阿南亚的路上往返 因为小米速7就中间一块屏 我夫人看惯了理想副驾驶屏幕 她想追五哈的真人秀 她就跟我埋怨一路 说你小米速7中间这块屏幕 开车还不能看 因为这上面是可以看视频 但必须停车看 我现在就想看五哈真人秀 就看不了 跟我埋怨了一路 所以别学我 你把这副驾屏幕选上 我印象里好像 这是选装的一个设备 说完副驾屏 咱们再看回主驾屏 这块就是高德地图 拖拽起来流畅的程度 比刚才的宋普拉斯DMI要好了一点点 但是两人大差不差 是一个水平线上 高德地图是可以登录的 这个我是比较喜欢 这里面的界面 切换的速度跟状态 还是挺跟手的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APP 打开之后 跟宋普拉斯DMI一样 包括喜马拉雅 QQ音乐 爱奇艺 都是在这可以直接应用的 所以现在的车机 基本上只要是能有QQ音乐 能有网友音乐 能有高德地图 寒露都会给一个相对比较好评的分数 再往下看 这底下是带有散热的 高功率的无线充电板 两个常规的背件 这底下是没有下沉空间的 因为它这后面做了一个压缩机的冰箱 所以这是个有取有舍 咱就不批评了 那这侧是有USB充电的 Type-A跟Type-C 这边也是有USB充电的 方向盘的皮子绷得很紧 并且底下的海绵也做的挺不错的 只不过我觉得从单一配色来说的话 这个哪吒镖如果给它黑化掉 跟整个的方向盘 其他的配色就会更像 因为现在在黑白之外 又引入了第三个颜色 叫银色的 门板前面放500毫升的水 是没问题的 后面还能再单独搁一把雨伞 这块就是刚才所说的压缩机的冰箱 它是按这边可以打开 这里面拿 这里面大概应该是装八厅左右的冰可乐 是没问题的 那同时主架这边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双层开门的压缩机的冰箱 真是YYDS出现 你这几个凉可乐从这里面拿出来 夏天蹲蹲蹲蹲蹲 非常的舒服 这个车冰箱 副驾踩电 咱一会看看后排是不是大沙发 就能对它给予一个充分的评价了 前排座椅呢 刚才功能都已经说了啊 是比较充分的 它的皮子跟海绵 比送克拉斯DMI整体来说 两个都要软一些 同时呢 椅垫跟靠背 尤其是靠背 左边右边的加紧 是比送克拉斯DMI那个座椅 两边加紧要更明显一点 它这块还有一个肩部的支撑 在这个区域 后面这块还有投诊音响 部分的导航啊 包括一些安全提示 是可以通过投诊音响传递出来了 最重要的 它也是一个白椅子 所以这个前排这么着看起来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吐槽的地方 那作为一个挑战者 做的比大哥要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否则你拿什么去挑战别人吧 OK 我们现在切到送克拉斯DMI的第二排看一眼 如今这4米77长度的车 人家对于空间的使用啊 就比呢 早古五六年之前的车用的要好多了 车长并不是非常的长 对吧 咱看过了好多4米9 5米的车 4米77的车 你看人家啊 这是前面我刚才调好的标准阻姿 一圈两圈 两圈两指 你还要啥自行的车 这空间非常的充裕 并且地板是纯平的 你哪怕这边下不出去门 比如说挨着墙或者挨着别人车 你可以从中间很快的过道 嘎嘎就去这边去下车了 就很好 而这里面的气氛呢 虽然上面的顶棚是黑的 但是座椅是白的 整个脑子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全景天窗 气氛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通透的 其他的一些细节 后面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有Type-A跟Type-C的补垫 这边有隐私玻璃 放下来这是双背杖 然后座椅的感觉呢 椅垫承承托长度非常非常的充分 你看都已经完全承托到我的腿窝了 并且我感觉这第二排座椅怎么海绵比前面还要软一点 第二排座椅呢 它虽然是这种比较宽大的椅面 但是还是竟然能提供一点点的稍微的下陷的这个内凹的 在主座的这个位置的感觉 皮子跟海绵 这摸的确实比前面要软呢 这个皮子跟海绵 正经是可以啊 这个座椅 所以你把前排座椅做成跟后面这个柔软度多好啊 便捷托的角度也是可调的 这是最垂直的角度 只不过它是靠那小拉绳啊 这拉绳不太好拉 可能媳妇孩子老人不太好拉这个拉绳 这是比较靠后的角度 多档的可调 大概得有四五个角度的档位 它的儿童座椅SOFIX的接口 虽然没有单独的一个导槽 但是这块还是比较外露的这个接口 这么着直接就能卡上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 所以啊 这个Song Plus DMI 人家作为卖的很多的标杆车型 这个后排座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挑剔的啊 那咱就得看看挑战者了啊 看看他能不能做的会更好 好 我们从Song Plus DMI切换到 哪吒L的第二排 上面这个天窗的面积并没有Song Plus DMI那么大 这侧面呢没有隐私玻璃 所以这两点跟那个车比起来要差一点 但是哪吒L的车车面积是比较大的 通通感做的这方面挺好的 如果加上隐私玻璃就更好了 在空间的方面 前面是我调好的标准坐姿 一圈两圈 两圈三指 它比那个车要多了一指的腿部空间 同时因为它这个视线里面 它的整个的车里面内饰 包括座椅全是白的 所以这里面显得整个的氛围的欢快程度 跟内饰的通透程度 比Song Plus DMI要更清凉一点点 更通透一点点 座椅的方面呢 现在是它的座椅比较立直的这个角度 对于我乘坐的座椅角度整整好好好 如果你给它放躺一点的话 当然这放躺得回事这么着放躺啊 这个角度日常乘坐就不合适了 它其实是一个轻微往后躺一点 但是给哪吒厂一个建议啊 你给我配个小软枕啊 正好这个角度带个小软枕睡觉多好啊 我建议一般人的话 还是把它给它调到标准的 这个乘坐的角度 这个角度设定的还是不错的 第二排的座椅 它的椅垫的乘托长度 跟Song Plus DMI是一样的 都是到腿窝的一个位置 还稍微有一点点的上翘 感觉角度还是可以 这个靠背呢 左边右边感觉到轻微的加紧 因为Song Plus DMI的第二排座椅 比第一排要软 所以它基本上跟现在 哪吒L的第二排的整个皮子 跟海绵的软硬程度大差不差 这两个车的后排 座椅的感觉 在软硬度这个方面 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类似的 打了一个平手的状态 其他的配件 后面有独立的空胶出风口 有点烟器 有Type-C跟Type-A的充电 同样这边翻下来有双背件 这个感觉B件附近坐的 比Song Plus DMI要再精致一点 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方面 刚才那个呢 是比较外露的 比较好安装 它这个是扒开了 这之后有一个安装的导轨 这个导槽装进去之后 就比较好插了 所以这两个车 对于安装儿童座椅 都是比较有利的 门板的储空间也还做的不错 500毫升的水 直接这边可以放几瓶 哪吒R 我再补充一个 副驾驶的几个功能点 刚才在前排并没有说 第一个它是在这个价位里 为数不多的 副驾驶可以一键实现零重力 往后放躺 那可以便于媳妇 拿副驾驶瓶去追剧 这都是比较讨好副驾驶的配置 同时它的副驾驶带有老板件 就可以在后排去挪动副驾驶 营造更大的一个腿部空间 另外它的副驾驶这块 还带有一个小桌板 这件事非常重要 绝大部分的这个价位车 是不给你带小桌板的 但是它现在给你带了这个小桌板 你就可以在这吃饭 我是在车里面吃饭很多的 有人说为什么在车里面吃饭 因为你中午拍摄 或者其他的时候 你每天吃饭 要么你蹲旁边吃饭 要么你拿鸡鸡盖吃饭 或者拿后备箱吃饭 你在车里面有个 标本转小桌板吃饭多好 尤其疫情期 我吃了更多顿饭在车里面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配置 所以这个后排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挑战者 做的很多的方面 也是比老大哥更符合 如今24年的一些需求 老大哥得需要不断不断不断的 继续去升级了 OK 我们俩车开起来看 好 我们现在把俩车开起来了 因为这两个车的动力 都是有100多千瓦的电机 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 所以它们本身的 决绝的加速能力 都比5年前10年前的 15万左右区间的 中型的SUV的加速能力 有好了很多 我稍微随便这么着一踩 这个速度的提升 对吧 先用电再发动机介入 我的SOM LAS DMI 这个加速能力 基本上得跟2.0T的发动机 及可能是2.5T的发动机 差不多的加速能力 所以现在的这些插电混动的车型 尤其这种家用车 咱们就不用讨论 决绝的加速能力了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完全超过了够用的这个级别 我主要说一下电门的线性程度吧 因为这个SOM LAS DMI的车 关于整个的车辆的设置 并不能当太多的 就是几个模式 经济模式 标准模式 跟运动模式 然后这里面 也就能设定一个 比如刹车的舒适程度 还是运动模式 大概有三四个点可以设置 我现在都给它搁在了 最常规的模式 包括最柔的 这个状态 咱们先说这个电门的温柔程度吧 这件事对于日常驾驶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整个的电门 稍微在四分之一 电门游门的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轻微的动力提升的台阶 我觉得厂家在这块 可以再优化一点点 还是稍微一点点的猛 它现在是标准模式的动力 如果搁在运动模式 我看一下 但是因为运动模式 全段本身都要更猛一点 所以反而倒是这个台阶 并不是非常明显了 就是普通模式 电门追加到四分之一的时候 能感觉到一个台阶 把这块的曲线再优化一下 刹车的脚感层面 也是前段的刹车搭在这之后 有一点点的灵敏 所以SOM PLUS DMI的前段电门 前段刹车都在调柔一点 可能整体来说 驾驶的质感就会更加提升 悬架的舒适性层面 这个车的悬架不属于硬悬架 它属于中位置偏软一点点的 这个悬架的风格 整体来说符合 15万这个价位区间里面 应该带来的一个悬架的质感 只不过它配的紧箍的轮胎 稍微入门了一点 开起来的胎造的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大 另外轮胎可能有点硬 它带来的细碎振动的吸收 这个性能是比较一般的 悬架是标准的 这个价位应该有的水平 但是轮胎 我觉得现在车厂去配轮胎 尽量的往好一点点配 其实配到成本也并没有多高 所以也建议大家在行驶的过程中 这个送普拉斯DMI最大的一个短板 就是这个紧箍的轮胎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一点点磨损之后 尽快的把它换成米其林的轮胎 可能对于整车的行驶质感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续航的方面 其实一直是十几万的 插电混动车型最大的一个精髓 基本上现在的这些类似的车 如果你满油满电 它的续航 不能实际超过900公里以上的话 基本上就属于是能耗 并不太合格的产品 所以现在基本上在这个方面 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 因为你这个公里数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基本上都得进站一次了 很少有人说 一脚油不带停的 直接开个9001000公里的 我的天哪 好 那咱们现在切在哪吒L的这个车上 看行驶感觉 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哪吒L的这个车上 这个车基础的行走参数 是增程的形式 后驱170千瓦的电机 40度的大电池 1.5自然吸气四缸的发动机 它跟Song Plus DMI的驱动形式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Song Plus发动机 是可以直接参加驱动轮子的 但是这个车发动机跟整个的驱动 直接驱动桥之间的是结偶的关系 它只能通过发电来驱动电机 但是因为它电池本身的度数是比较大的 所以绝大部分的时间 这个车它其实是一个纯电行驶的状态 它的行驶感受的层面来说 还是那个事儿 动力绝对非常的充足 对这个价位的车型 我更关注刹车跟油门的脚感 咱们先说油门跟电门 现在是搁带了舒适的模式 它的动力舒适 其他的刹车 懂得回收都是搁带舒适模式 它跟Song Plus DMI一样 它在四分之一左右的电门油门的时候 会有一个动力提升的小台阶 我觉得厂家可以再优化一下 把它变得更加的平顺 这两个车在这都是一样的 另外从全段的动力反应来说 很明显 后续170千瓦的电机 本身比之前Song Plus DMI 那个145千瓦的电机就要大 另外它坐在后轴上加速的时候 这个还是往后桥重心去坐 就让它的后桥抓地力会更好 所以整个的加速这个利索劲 是比Song Plus DMI显得这个力量 会更足一点这个加速 哇塞 你看这感觉 直接就起来了 刹车的脚感层面 Song Plus是脚刚搭上之后 有一个减速的台阶之后 还是比较均匀的 哪吒这个车是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均匀的 你要细品的话 它在搭上去之后减速到中段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减速的力量明显 比前后要多一点点的一个小台阶的位置 但整体来说均匀程度 比Song Plus DMI又更好一点 隔音降道的方面 这个1.5自然吸气的增程发动机 甭管是因为它本身的隔音降道的水平会做得更好 还是因为跟动力直接接偶的关系 它没有直接连接的驱动轴 所以它带来的振动跟噪音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比Song Plus DMI的发动机部分要小的 风噪的部分两个车的水平基本大差不差 胎噪的部分 米其林的E-Parmacy的隔音减阻胎 对于整个的关于细碎的振动的吸纳 包括来自于轮胎胎面膜的嗡嗡嗡的声音 还是比较明显的比景乎的轮胎要小一点 所以再次提醒Song Plus DMI的朋友 这个轮胎跑完之后再换就换米其林的轮胎 这个车的悬架质感跟Song Plus DMI是大差不差的 都属于是中位值偏软一点点 比如说在偏软的度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比Song Plus DMI要更软一点点 假设说中位值偏软8% 这是Song Plus DMI 它可能是中位值的软硬 偏软大概10%到11% 12%左右 稍微偏软一点点 整个这两个车在这个价位带来的悬架质感 都属于是中规中矩 稍微向好一点 但是因为轮胎的细碎振动的隔绝能力不一样 所以哪吒L的 它关于细碎的这方面的传递 比Song Plus DMI要小一点 所以显得这方面的质感又更高级一点 说到续航的方面 这个价位很少有给插电混动的系列车型 配40度的大电池 但是哪吒L是给配了 那这个大电池它的CLTC的续航可以坐到310多公里的距离 同时它还是宁德时代的电芯 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 增加了这个车在同价位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CLTC310咱们就再代打折扣再打折扣的去计算的话 起码它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以上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 200公里的纯电续航意味着你在中小城市里面 你可能一天开个10公里20公里的距离 这能开一个礼拜再充一次电 你可能这一箱油 你用个三月半年都用不完这一箱油 我指的在中小城市 因为你开一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陪媳妇孩子去商场吃个饭 在底下嘎巴把枪插上的话 你反正就一天开个10公里20公里的 真是能开一星期的续航 外加上油箱的这部分的续航 所以说这车满油满电 它的实际续航超过1000公里 没有任何的难度 好 现在我们的静态动态 都已经分析完这两个车的各自的优劣势了 我觉得作为SUN PLUS的这个车 它是更早一点发布的车型 并且人家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一直是销量层面来说的话 手累老大哥 那哪吒而作为一个后起的新秀 那跟老大哥直接去比销量 肯定短时间之内是比不过的 但是后起新秀 它必须得拿出自己的一些绝活 那这辆车我体验完了之后 我觉得它自己的绝活 首先是高配车型 配了米其林的轮子 同时它有40度的宁德的电池 这里面是可以副驾驶 好像是这选装 但有可能是高配标配的娱乐屏幕 包括副驾驶的零重力的座椅 包括整个的白白净净的内饰 及皮质跟海绵 相对来说都比较柔软的座椅触感 及一个压缩机的冰箱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制冷制热很慢的半导体的冰箱 后排的空间也足够大 后排的座椅也足够的宽敞 后背箱的整个的空间跟小配件 都是比它挑战的老大哥做的好一点点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后进者 各方面做的比老大哥好一点 你才拿出一个挑战的态度 否则的话你不就以卵及时吗 人老大哥卖的那么的好 这么着看完一圈之后 我觉得哪吒L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在跟宋普拉斯DMI 15万左右的 同档次左右价位区间的 一个竞争力很强的插电混动 增程形式的中型的SU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